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产业快讯 宏姬在新年一开春的时候 就许下了新年的愿望 在团拜当中宏姬表示 希望能够借由锁定平板 还有手机市场 让宏姬的营收成长 毛利率改善 也期望能够因此让宏姬的营运效率 有显著提升 宏姬新春团拜 在董事长施总率领下 左右两侧分别为新任执行长陈俊胜 共同创办人黄绍华 后排则是施总长子石宣辉 担任自建云继平板产品事业群总经理一职 新的方向大家就是要努力去思考 那现在新的挑战 那也很谢谢我们新的CEO给我这个机会 今年一定要大幅成长 上千名员工齐聚团拜 就怕错过良存及时 按照往年稀俗 戏剧总部开工仪式结束后 一行人随即前往失众家中拜年 谢谢大家的爱护 学会有没有什么话常在帮他说的 没有要多教我一些 加油加油 面对挑战 挑战才是人生 父子两相互加油打气 许下新年愿望 由于PC产业近年陷入衰退 宏姬想重新再起 锁定平板和手机市场 希望说revenue能够成长 然后接下来是gross margin 希望说我们的毛利也能够提升 那接下来就是efficiency 我们希望说公司经营的更加的有效率 手机平板都需要 因为将来 现在已经量已经比PC还要大了 所以你看 实际上今天 我几乎每天带的手机 就取代了个人电脑的应用 市长陈俊胜 施宣辉 2014一开春 三大巨头奇距 就是要宣示 再造宏姬成功之路 已经不远 林森春